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立委蔣萬安 一身西裝來到立法院準備質詢 但他出現在委員會的畫面 可能就快看不見 因為傳出蔣萬安為了重刺選情 將在選前一週請辭立委 蔣萬安與代選機沒有把話說死 但要是真的嚇出蔗田猛藥 影響的恐怕不止首都戰局 民進黨內包括鄭運鵬 蔡世英 周春敏 蔡其昌 也都還維持立委的身份參選 震盪的可能是全台選情 表示破釜成州的決心 選民對這樣子的政治人物大多是有感的 也會影響到選民怎麼樣來看待 執政的民進黨的委員來參選 蔣萬安很明顯的在政策論述上 以及在個人魅力上遇到了困境 其他縣市我們就尊重各縣市的情形 立委是否辭職參選 藍綠不約兒童表示尊重 而在藍營出招同時 陳時中也在合體聯電前董事長曹星成 透過科技大樓的鄉挺 大打抗中保台旗幟 民地選戰最後倒數藍綠陣營雙雙雙發動攻勢 全力衝刺催出最大化的選票 而新聞陳真 楊文尚 黃昭盛 台北報導